哈囉大家好,我是王一凱,歡迎來到我的第二頻道 那我們今天挑戰的是,全新的輪迴守護騎士之道 那我們這邊來到第八個關卡,遇到的是洛可可越戰越強 那我們這邊使用的是我們的唐色裝隊 然後搭配上圓印機的合體 這個算是蠻常見的一個組合,沒錯 那我們在這個關卡先合體一下 那合體的首回合會有增傷的效果 那它是越戰越強,所以我們必須要趕快帶走這個敵人 所以我們就選擇開了個合體 這個回合再開合體就可以了 那在這個之前都是小怪的關卡 所以比較沒有必要開爆發 那我們來到第九個關卡 第九個關卡這邊遇到的是我們的突擊 好,先攻 然後什麼兩秒轉珠之類的 啊,這次有點麻煩的技能,對 就盡量轉吧 好,OK OK 這樣子,OK 這邊就慢慢帶過去就可以了啦 哦,好 哇,欸欸,天降兩組光珠是怎麼回事 好,所以現在走沒問題 那我們接著來到了第十個關卡 第十個關卡這邊遇到的是 能力繼承的兩個敵人 那我這邊,由於版面上沒有五顆光珠的緣故 我想要來洗一下版面 欸欸,天降是怎樣 哦,他跟,跟了 他,他跟信了 好,沒關心,那我們打另外一隻 好,這樣我們瞄準另外一隻 OK,這樣子 剛好,感覺 應該是可以一起帶走吧 那如果說你有五顆以上的光珠就做全體攻擊吧 我們來到第十一個關卡 這邊遇到的是超級車的敵人 他會 突擊 然後,呃,每個回合吸取60%的生命力五回合這樣子 天啊,超恐怖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 盡量的 來補血 60%的血量啦,有點多耶 好 好 好,呃,一萬二 有點多,好痛啊 沒有光強化珠,我只要來做光強化珠啊 好,那他的血量只有400多萬,這隊應該是可以帶走 好,沒問題 那,接著就是,怎麼帶走他的問題了 1235,123 我打算消三組光珠 好,來吧 應該是可以帶走吧 試試看囉 7 感覺沒帶走,我就是被帶走了啦 好啦,帶走了 三組光珠才夠耶 第十二個關卡,遇到的是我們的 這一隻 高雲 好,他會不會減少轉租時間 太過分了 我這邊中毒,又減少轉租時間 超忙的耶,這個 好,那我銷兩組新珠看,補補的回來好了 好 呃,欸,欸,沒有新珠了,怎麼回事 啊,高 哦,好危險喔,這個 1100 好,那開個顆雷 顆雷可以把把面上的 呃,珠子,爆掉 OK,那我們這邊直接來轉吧 嘿,這樣 可以,可以,可以吧 好,OK 應該是帶走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二個階段了 這邊,遇到的是這個 手銷6COMBO以上 呃,手銷啊 居然是手銷那 由於之後好少的轉租時間喔 所以我們這邊開個 蛇神換日好了,好不好 這樣他就不會打我們了 無視控制,這樣還可以嗎 我看一下喔 好像這樣就不行了耶 那我,那我直接轉好了 應該是可以轉到6COMBO吧 手銷還是有點難啊 這邊還是最難的吧 好啦,我轉這個 版面好好轉一點 這樣我們說你就可以轉到手銷6COMBO了 可以嗎 欸,這樣感覺更難 走,銷到6COMBO了 試試看啦 想那麼多,不如直接來轉 欸,有耶,有6COMBO耶,太好了 嗚喔,帶走了 這一關最難 想好久 超緊張 好,來到第13 我們才達到第13關 為什麼就這麼難的感覺啊 四王,OK 啊,這邊,裡面拼圖盾要塞的全部都是強化豬喔 那也太過分了吧 那我先來這招強化豬好了 我們是不是先把左邊的帶走比較好啊 好,先把左邊的帶走好了 不要管強化豬的事情了 先把左邊的帶走 因為一起被他們打到好像 也不行 喔,有,這邊有了 好想看喔 下一關 呃,不能留強化豬 所以這邊你強化豬一定要全部消掉 盡量啦 好 然後他血量200多萬,應該是帶得走 我覺得 這一隊有什麼不可能的 對不對 喔,有了 有了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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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好,帶走吧 喔,好緊張喔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打啦 對 第14個關卡 遇到的是 敲鎖強化盾 敲鎖強化,敲鎖強化服飾不能對他造成傷害 那我這邊只能直接轉了 然後不要,不能轉到這個 欸,這麼說有點 難耶 好,我還是會盡力的 把光珠先全部轉掉 希望他不要把我的 光珠天降到這樣 喔,居然天降 那麼多光珠 蛤 居然過了,太好了 來到第15關 為什麼三藏打得那麼辛苦的感覺啊 有,有道理嗎這個 銷,呃,鎖定火 OK,不要銷到火 那我盡量銷別的吧 欸,等等等等 哇 哇 14000了 打得有點痛耶 可是對這隊來講 應該是補得回來啦 血量 好 可以讓我們在這邊稍微 呃,抹一下技能嗎 之類的 好 等等,沒有新出是怎樣 糟糕了 我看一下 他的第二階段是什麼 欸,第二階段感覺比較 還好耶 可能第二階段可以再待一下 所以我那邊開始克雷好了 好的,直接來轉囉 欸,這樣應該是可以過吧 雖然我排得不太好了 但是應該是OK 好 所以現在走來到第二階段 燃燒十個位置 欸 這跟我看到的關卡資訊好像不太一樣 不過沒關係 這邊竟然是燃燒十個位置 也不知道他打多少耶 那我這邊開個三階段好了我覺得 然後盡量不要被燒到 話是這樣講啦 可是有點難 被燒到就 欸 不如我就開個這個好了 好 開這個比較好轉 這邊就是要 一定要戴著他的意思啦 他打多強 沒有褲頭 所以他打很低嗎 OK 喔,天啊 打太痛了吧 那我來到第十六個關卡 這邊一得的是 有兩隻 右邊是 先擊斃敵人 好,我擊斃他 OK,不能受到他攻擊 不然會很危險 好 那他才三百多關血量 我想應該是沒問題的 直接手轉帶走吧 所以版面上的光珠好像還夠的樣子 所以直接來 好 7 combo 欸 還是有被他打到啊 怎麼搞的 好 所以我這邊要多帶一回合嗎 好啦 可是我想 我應該會直接帶有他耶 果然 好吧 帶走他了 來到第十七個關卡了 哇 這邊很危險 他要中毒兩回合耶 而且這邊有褲頭 什麼 7combo以上才對他造成傷害 那我要轉7combo好像也沒問題耶 OK啦 有辦法嗎 5 6 7 有 7combo了 嗯 可以帶走嗎 好 這邊我要記木珠是變成什麼珠子哦 第十八關要用得到 木珠變成水珠 好 OK 那我這邊直接來 可是我 不知道光珠是哪一個耶 想想看 哦 不知道我們就開顆雷就真的很保險啦 就不用管說什麼 木珠是怎樣了 啊 這個在轉什麼 完全不知道 但是應該會過吧 他血量沒有很多啦 中毒三回合也OK啦 反正還是會過的 好他打人 欸等等 這個 呃怎麼回事 呃 射擊布石你要 跑到哪裡去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應該重開遊戲啊 這 怪怪的啊 這個 這怪怪的啊 我重開一下遊戲喔 天啊 太奇怪了吧這個 這射擊布石到底要跑到哪裏去 剛才在漁人節的笑話嗎 剛才那個 誒 誒 不要鬧啦 嗯 還是在上面 好 那你就繼續在上面吧 只是 我不知道他射擊哪一個 這是一個 其中一個考驗嗎 好 那我這邊 開三仗 把他帶走完 卡住了 好 奇怪 所以都可以轉嗎 嗯 嗯 那他是在 呃 射擊哪邊 嗯 圓解已經過囉 MH 第四九關 血量變一滴 然後 OK 那他重點在第二階段吧 所以我們轉換開個龍科好了 我龍科有減傷80% 希望我們擋得住 拜託了 OK 那我們再開個這個 好 就這樣 然後盡量 回回來吧 這個血量 應該沒問題啦 三組 新豬的話 好 希望我們龍科 有減傷到啊 拜託了 然後盡量濾出 多一點的光珠 來嗎 好 可 可 應該有達到那個指定分數喔 32000 顧布頭耶 欸 他不會先攻喔 欸 優先突擊一次 所以他也不會 突擊嗎 嗯 喔 好喔 那我們 鎖定起來 OK 鎖定起來就不用怕啦 呵呵 好 會打自己嗎 喔 他也不會打自己 呵呵 好 他一定要突擊起來 他的攻擊力超通的 可是他不會先突擊的話 就 我也不知道 嗯 他明明就有寫突擊 可是他又不會突擊我 這奇怪的關卡 射擊也不好好射擊 然後突擊也不好好突擊 這關卡到底是 做壞了嗎 呵呵 呵呵 好啦 那最後一回合就把他給帶走囉 好吧 那如果說你們知道 究竟剛才是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講 我自己不知道 他到底在幹嘛啦就是了 第二關囉 第二關這邊遇到的是 OK 很多技能隨便 那我們 這邊盡量消光珠就可以啦 反正他 感覺他沒有褲頭的話 我們就直接打下去啦 OK這個是新竹 可是他會打很痛嗎 嗯 好像不會 OK 那我這邊直接來轉囉 希望多添加一點啊 喔 痛耶 好 看一下第二階段是 哇 第二階段也是很 硬耶 開其他爆發的 所以我們先開三張 應該就過了吧 沒有道理不過啊 六萬二 OK 四周電擊 然後 有的沒的 OK 那我在這邊 呃 回復力變0是不是 好 那我 OK 那我在這裡 開個爆發其實就過了啦 可是他的血量有一千兩百萬耶 超級多 開三藏加 加這個好了 顆雷 好 顆雷你就一定 可以吧 就拍個珠子 應該四邊都可以消得到啦 我覺得 好 雖然回復力變得0有點傷心 可是 應該是可以過的 好的 瞬離通關啦 我們來到第 21了 快到完關囉 BLABLABLA 這邊又遇到這個 什麼 五合剪攻 OK OK FIGHT 那我們 直接來 先把血量給回 回來 這一隊 依這隊的實力 說不定剪攻的 期間就可以把它給打死囉 只要一個天降太誇張 你看 他已經打得快一半了 光出來這麼多 我們是不是不應該打他這麼痛 因為我們 好像重點在他的第二關 所以 我們還是要在這邊抹一下 不要打他打太痛 我們實力保留到下一關 呵呵 OK的 唉唷 還天降 可惡 啊 他快死了 賣戲啊 那他死了 好吧 這什麼 哒哒哒哒哒哒哒 OK FINE FINE 七千多 嗯? 回復 喔 好 那我就不要消新珠嘛 喔 我就不要消水珠嘛 這樣他就會回復了 所以 所以也..也OK啦 好的 順便回血 喔 這光珠太多了吧 好 那我們這邊 就把他給帶走囉 應該是沒問題了吧 好 這邊應該是要過了 可是這個是怎樣啊 鎖定的是怎樣 那我開個顆雷好了 他的血量其實有九百多萬啊 這一隻 所以我在這邊 保險的話呢 我們還是開個三藏會比較好 那重點就在於 排珠子 其實三藏好像真的蠻輕鬆的耶 還OK啦 我三藏的話 就用這堆試試看吧 來到王關囉 這個地獄階段就很過分了 給大家看一下 呃 防禦力 一億四千萬 沒錯 不用數了 很多 然後 水屬性意外的傷害 解少至10% 那我們開亞瑟 然後 呃 這邊有無視敵方的防禦力 消火珠 所以一定要消到火珠 好 OK 然後 我就 直接來啊 神魔所祭 所以你這個 神跟魔都可以開掉就是了 然後 我想想看 OK 那我們 這邊神跟魔都可以開掉了 那我開 都開吧 反正已經沒差了 只要把他帶走就好了 好 一定要消到火珠喔 那個回 那個 他的防禦力才會變0 應該是可以吧 嗯 好 傷害非常夠啊 呦 神跟魔 鎖住 然後什麼 OK 反應他的血量 多少不重要 我們這邊帶走他 我想應該沒問題吧 這樣好了 這疊得也不錯啊 開個龍刻 應該就把他也帶走了吧 沒帶走的話 綠多點光珠啊 喔 對喔 我們這個龍刻有減傷80% 所以應該還好吧 OK 欸 我要綠光珠喔 大哥 拜託 呃 好 雖然我不是很會用這龍刻 減傷80% 啊 可惡 太大意了 太大意了 我應該 用魔的過去了才是 不然這邊沒有 沒有新珠類耶 哇 居然死在王關 好啦 那大家知道這關怎麼過了吧 不知道 那 呃 呃 就是把我們的 柯雷留到王關再用就好了 其他就是 OK 就這樣 好吧 那這隊就為大家示範到這裡啦 如果說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用了幫我按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朋友 如果說有什麼想法以及建議的話 不用了留言在下方 讓我看看囉 那如果說你想要看到更多這樣子的影片的話 不用了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並且把訂閱的旁邊的小鈴鐺給按下去 這樣子你就可以收到第一手的新影片消息囉 那我是RDK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了 大家掰掰